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具备了这样高的技术了吗 虽然美国曾经也公开过很多登陆月球的图片和信息 但是质疑之声依旧不绝于耳 那么美国如何才能够洗刷自己遭到的污蔑呢 或许中国前段时间发射的玉兔二号 将一步来揭秘美国是否登陆过月球了 因为玉兔二号传回来的照片 就能真实的反映美国登月到底是虚假还是谣言 玉兔二号是去年和嫦娥四号 一起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登陆在月球的背面的 通过玉兔二号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出 月球上确实有很多陨石坑 和阿波罗号公开的月球数据都是相吻合的 但英国人却根据玉兔二号传回来的图片 坚持认为美国登月存在造假的行为 据英国媒体报道称 从玉兔二号降落点上看 地面略带一些浅红色 而美国人的那张登月图却是灰蒙蒙一片 一点别的颜色都看不到 而玉兔二号在移动过程中 都能随处看到大小不一的坑洞 而美国人的照片中 登月舱降落之后地面却显得十分平整 周围也没有太大的起伏 有意思的是英国网民分析称 那么大的登月舱落下来 月尘和月壤难道没有一点吹动吗 对此你们怎么看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